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召开的公正党大会 则在一片和谐下进行 中央代表皆有次序的进入会场聆听党领袖的言辞 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在大会上强调 公正党只有一派 没有分成两派 尽管党内有不同的声音 但大家方向却是一致的 他今日在大会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之前他对此宽容以待 不会过于计较 但随着大会的举行和所传递的讯息 他希望公正党能回到正轨 因为这牵涉了长期的发展 安华以坦言 西蒙政府从经济非常糟糕的政府手中接管国家 之前推行过的新经济政策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从政经济是西蒙重要的挑战 另一方面 身为公正党处理主席的阿兹敏也认为 党不应该允许分裂 这也是为何他与数名中央理事主动 治韩安华要求见面的原因 希望寻求主席的指导 以解决党内一些基本的问题 把焦点转向巫统大会 槟城五级牛乳俄代表奥马子哲 行动党引入中国人制造幽灵选民 并颁发蓝身份证给他们 企图增加国内的华裔选民的人数 让行动党变得越来越有权势 进而掌控国家的执政权 他在今日的巫统代表大会进行辩论时 呼吁巫统国会议员重视 幽灵选民获得蓝身份证的问题 并在国会挑起此课题 阻止行动党与掌控国家执政权的意图 他指出自己检查其选区的选民人数时 发现华裔选民的增长比例 比巫裔选民更高 显然是不可逻辑的事 换个焦点 您认同打老婆是在调教老婆的说法吗 由宾州政府推动了诚意宾城 停止性暴力省缺活动迈入第六年 今年巡回活动时期 竟然碰上一名指打老婆是在调教老婆 合理化打老婆行径的六十男子 宾州妇女、家庭、社会发展及性别包容委员会主席张英说 诚意宾城巡回队是在新街头巴沙遇到该名男子 而该名男子指如果不打老婆 老婆将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老公打老婆是必要的 张英是于今早在直落八项市外桃源举行的 诚意宾城停止性暴力省缺活动 致辞时分享上述真人真事 他续说更糟糕的是 该名男子在说这番话时 他的老婆就默默的坐在他的身后 显然这名老婆已经习以为常 试想想这名老婆的处境该有多可怕 今天的新闻给您播到这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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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